在位于台北大安区的台湾文史工作室里 收藏家徐宗茂前新20年 收藏了数万张原版历史照片 近日 徐宗茂在工作室向记者讲述了 自己收藏历史照片的初衷 我做最 最 最 内容最好 工艺最高的历史图像 那我收藏原材料才能做到这一题 那么这个做到以后 我当然希望做出我们中国人最高的 高端的纸本图书 历史画质 要把中国的图像 收藏整理跟制作的工艺 拿到一个最高的一个世界一流的阶段 也包括出版跟材料 记者出身的徐宗茂 一直对历史原材料有浓厚的兴趣 他也坦言 自己走上收藏历史照片的这条路 爱好是最基本的 经过20年经验的积累 徐宗茂的工作室也日渐成熟 他自信地表示 自己是少数能把收藏 知识研发以及出版展览等 结合到一起做产业经营的收藏家 图片来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图片的节奏 以及铺成一个像纸上电影的 好像你能够图片本身 即使不看字 他就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带给你美感 带给你赏心悦目 也带给你一个知识的 一种直观的认识 为了让画册读者更贴近过去的时代 徐宗茂还致力于给历史照片上色的工作 利用数字技术修复 使黑白照片转成彩色照片 他形容这个变化是一个迷人的过程 徐宗茂现场向记者展示了多幅上色的成果 他介绍 照片中人物衣服的颜色 都是经过考证而上色 它是黑白 只是因为它受到技术的限制 并不是因为那个人跟环境是黑白的 如果从摄影室的角度 我们能够改变它 因为那是摄影室 它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我甚至连修都不可以 修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可能就有污点 底片有污点 可是如果要做历史记识的话 我的复原是不但是容许 也是应该是科技继续往前走的一种表现 徐宗茂与大陆的渊源颇深 过去他做记者时曾多次往返大陆 后来成立工作室 也出版了多本与大陆相关的历史画册 新建完成的海上思路与世界文明 即包含了北京全景图等在内的600张具有代表性的精美图片 内容有自然景观 建筑艺术 人物文化等 一带一路我后来觉得说放在文化的范围里面的话 你想说你怎么变成一个画车 那我就要设定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一带一路 作为一个现代的新思路 它实际上是串通了世界的文明 就像古代的思路一样 透过贸易 陆上的贸易 海洋的贸易 达成的文化 信仰 习俗的一个交流 奠定了人类和平的基础 如今 许宗茂收藏的历史照片 也在不断地开花结果 2020年 他计划出版老北京的山河岁月 岁月新加坡两本画册 希望外界借由老照片 能寻到更多历史记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